大家好,我是Stan 2018年,一对70多岁的老夫妇网友在网上爆料了 20年前,P的父亲进一年高点的时候 没有偿还设账款2500万行币 因为这件事情去找了Rain跟他的父亲 结果P对自己说了很不好听的话 而当时P的律师则表示 在P的母亲去世后的20年来 非常多没有任何证据就说要来投债的人 所以关于债务的事情都是委托给律师处理 而这件事情也是一样 P没有说过不好听的话 也有当时的录音可以作为证据 如果设账是事实,P一定会偿还 但是对方始终没有拿出任何证据 就这样双方进行了诉讼后 P最终胜诉了 但是这对夫妇还是不甘心 2月2号,再次来到P肯特夫妇的家 敲打损坏大门强制打开后 进入了P肯特家的院子内 要求他们还钱 今天法院对这对夫妇 以非法入侵以及财务损坏 判了70万的罚款 现在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除了指责非法入侵的部分之外 可以分为两大类 就算是事实 但是20年前爸爸借的钱 为什么要P偿还呢 就算是爸爸借的钱 你应该也获得利益了 本来就该偿还 所以大家觉得 父母亲的债务 需不需要子女们来偿还呢 在一个人开始赚钱了之后 就一定会有很多这种事情发生 下一个消息是 大家还记得这张照片吗 就是在前几天 苏元安的他出狱回家的时候 坐到车上行侠仗义的那个人 当时对这个行为 有一部分的网友们表示 非常痛快 但是也有一部分网友们表示 这根本是在作秀 然后在14号 这个人的身份被公开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热议 他是行为因为叫做王子的YouTuber 12月14号 他在他的频道上公开了 这个人就是他自己本人的影片 在影片里他表示 我这么做的理由 是为了指责政府对于犯罪者的敷衍惩罚 并加以警惕这个社会 我都这么成功的让这个社会注意这个问题了 却因为很多只在那里做秀的YouTuber们害的 造成了居民们的困扰 毁了我的努力 现在有绝大部分的网友们都觉得 王子说的这些内容非常傻眼 这理由是因为 他之前在Seworo事件的时候 强烈主张Seworo的遗属们 只是为了潜在示威 所以就在遗属们的帐篷前 与自己的妻子一起表演了这种野心的舞蹈 然后在Seworo事件的时候 称受害者们是Seworo女活干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共愤 对了 他的妻子就是 之前我在影片里介绍过的这个女YouTuber 哇 真的是天生的一对 然后在这里最重要的是 2018年的时候 他因为殴打妻子被法院判刑了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你做了就是浪漫 别人做了就是外遇吗 都是为了利用他来赚钱 不要假装自己是英雄 你们都是一样的垃圾 Seworo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生气 怎么能在遗属面前那样呢 真的不是人 打自己的老婆被判刑的人 想要警惕这个社会 路过的狗都会笑出来的 做YouTube的人不都是这副德性吗 对了 今天韩国法院对他下了这样的命令 在未来七年 晚上九点到第二天六点禁止外出 禁止过度饮酒 如果要在住家以外的地方饮酒的话 需要告知担当保护检察官 饮酒地点 种类 预定回家时间 禁止出入学校等教育机关 禁止与世外者联络接触 住家200公尺内 对于法院的这个决定 韩国网友们表示 当时那个事件又不是在晚上发生 是在白天发生的 对上学的孩子做了那么残忍的事情 却只限制他晚上外出 孩子们都是白天外出 禁止晚上外出有什么用 住家200公尺 疯了吗 所以是说从远地方看的话就可以吗 为了这一个人到底浪费了多少钱跟人力呢 对于王子的警惕社会 以及法院的决定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对曾经没有关心的男男的 这位就是 Seventeen Hoshi 或许在直播吃猪排的时候 发现到有粉丝们说 皮鲁布的什么什么的留言 皮鲁布的怎么了 Seventeen的专辑被皮鲁布的选为专辑一位了 皮鲁布的专辑一位 哦这样啊 我们被皮鲁布的选为专辑一位了 然后继续努力的吃猪排 最后还看一下自己的腹肌在不在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 我们下支影片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nd-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